過去十多年來 台灣球迷早就習慣在國際賽 看野獸林智傑帶頭衝鋒 但這樣的畫面 恐怕已經快要看不到了 因為野獸親口承認 今年會是他最後一年 披上國家隊戰袍 未來希望把棒子 交給國內的後起之秀 我覺得在 畢竟我也33歲了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為我 就是可能還有合約在 或是說後面的規劃 然後可以讓自己可以 再打長一點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保持好自己的身體狀態這樣子 野獸的一席話 不但對球迷來說是震撼彈 就連他的隊友們都相當詫異 其中和他在SBL 並肩作戰多年的 阿美族戰士楊敬敏就坦言 一開始聽到時真的嚇了一跳 但智傑有他的生涯規劃 旁人就算不捨也只能祝福 他有他自己的規劃吧 那畢竟他又是一個奶爸 有兩個小孩的爸爸 可能一方面還是要以家庭為主 然後一方面以CBA的賽事為主 那當然他為中華隊貢獻也非常的多了 那當然也是希望說年輕的隊友 能夠接下了他的棒子這樣子 既然要準備告別中華男籃 林智傑也明白表示 接下來的這段期間 他會好好傳承經驗給正宗的學弟們 包括楊敬敏 張宗憲和劉貞等箭頭 都有機會頂替他的地位 其中又以阿敏最為成熟 阿敏的話來講他可能在這方面他的經驗 可能他現在還在巔峰的期間吧 我覺得他應該會後面的幾年他應該可以去做一些領頭的角色 然後像鍾倩跟劉貞的話呢 他們畢竟就是還比較年輕一點 然後國際賽的經驗可能會比較少一點吧 雖然大家都知道野獸終究有一天會講出這句話 但這天真正來臨時 球迷還是難免有一股淡淡的哀傷和不捨 畢竟林智傑這三個字 過去十年來真的為台灣籃球帶來太多美好的回憶 只是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八月底瓊斯杯會是野獸最後一次在台灣生批國家隊戰袍 身為球迷的我們怎麼可以不進場 為這位台灣隊長獻上祝福呢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